请不吝点赞 你能耐 连日本人都抓 我抓的是日本不法伤人 甭跟我说这些漂亮话 把人给我放了 剩下的事再说 对不起 武田 人我可不能放 要不你把我关起来 那个东阳商行的老板身为日本人 首先你就应该做纳税的表率 他不但科法不尊 还殴打我手下的税务官员 殴打我手下税务官员就是殴打黄军 我今天要是把他放了 将来谁都这么做 我怎么替黄军收税 我这税务局长还怎么干 五天 你们要想在北京长治九安 就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尤其是在纳税的问题上 更得一视同仁 如果是因为这是日本人 就可以不交税了 那势必引起中国工商界的强烈不满 种下动乱的祸根 长此下去 那对你们是大大的不利 你的意思是 把他当猴子杀了给击看 你看你怎么就不明白 这位呢 牺牲掉一个日本不法商人 换来的是民心 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 你小子 别跟我耍滑头 你看我像吗 你看我像吗 再说了我们俩什么关系 那用你的话来说 那是生死之交 你还要忘了 吴田 你要信任我 我再给你提个建议 你说 免掉中国商人一年的税 全部加在日本商人的头上 你笑我 我真是费尽了心机为你们着想 要不这样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你就把那些死心塌地 效忠黄军的那些中国商人也算上 那不就完了 不就合适了吗 你要是真这么做了 我敢保证你 吴田 不出两年 全北平的老百姓都得说你们黄军是这个 是 吴田 我跟你说白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会这么用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看来我是异想天开了 你不是异想天开 是白日做梦 对 白日做梦 不过为了笼络人心 倒不妨可以灵活点 比方说呢 好 让中国人明白 他们是受了皇军的恩惠 明白吗 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好 带我去捡版本吧 吴天君 你来了 身为大日本侨民 非但不做出表率 反而暴力抗税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给你三天的期限 把该罚的款 你该纳的税 都给我凑齐 是 我可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这个税务局长不好当啊 你甭跟我叫苦 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你错了 吴天 我是为了你干事 纯粹是为了私交 要不是这个原因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汉奸了 汉奸 这词听起来怎么这么不顺耳 你看 连你听起来都不顺耳 可见这汉奸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说你要结婚了 你怎么听说的 未婚妻是范家的二小姐 叫念春 对吧 听说她很可爱 人也长得非常漂亮 你对我太关心了 我知道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我还告诉你 范家大小姐有共产党嫌疑 你小心着点 她 吴天 我比你了解范家 她是共产党 你快别开玩笑了 从小娇神惯养的不可能 你记住我的话 没事少跟她在一起 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 另外 婚礼上需要请什么客人 你给我开个单子 我来操办 三哥回来了 这不是税务局长大人吗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都说是您在日本人那替我说了好话 我才捡回来一条命 这要是真的 怎么着我都得谢谢您 我哪来那么大本事 是你命大 这要是说起命来 我怎么着也比不上您 您现在是堂堂的大局长 我都不敢称呼您三哥了 叫我一声三哥我还认你 叫我局长你还不如直接骂我就是大汉奸 那我不是找死吗 我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小命来 一去汉奸再把我命搭进去 这怎么着也不值 三哥回来了 给上下请个安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 少爷正戒烟呢 弄点关东堂 给他塞着嘴 我这回算是下了大决心了 这是干嘛 是我主能让水仙给我绑上的 免得烟也上来 我控制不了自己 听说戒的太猛会有危险的大少爷 要戒就得快刀斩乱麻 挺过去了是命 挺不过去也是命 不过去 既然少爷下这么大决心戒烟 改天我帮你请个大夫 药物加上抑制一定能挺过去 我们也想用药来着 只是 花不起那钱 只好让少爷硬扛着 大少爷能把烟戒掉那是天大的喜事 花多少钱你别管 多少都包在我身上 真的 那太谢谢三哥了 不谢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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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姐都不在 对 灵子 三哥当局长了 难得一见啊 你骂我 怎么可能呢 我敢骂您 这二小姐还不得跟我齐啊 三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别闹 我找你姐说点正事 拿下去 大小姐 我有急事要跟你说 有什么事就说吧 念春又不是外人 他都要做你的妻子了 三哥 你要是有事就跟我姐谈 我一会过来找你 姐 我走了 有什么事说吧 我有一句不当问的话 不当问的话 问了干嘛 日本人盯上你了 是吗 你别不打破神啊 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 那你叫他们来抓我好了 我说的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 我就是共产党 你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我吧 你要真是共产党 你就赶紧躲一下 最好尽快离开北平 如果决定走了 需要通行证的话 就借钱跟我打上招呼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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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刚才我着急出去办了点事 所以 有什么事 比我还重要 没有什么事比你重要 我才不相信你说的鬼话呢 我要是真的比什么都重要的话 你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 你来了 亲头不亲我一下 那我亲你一下 讨厌 行了 别生气了 我向你道歉行不 行不 听你这话一点诚意都没有 那把行不去掉 我向你道歉 那也得看我 接受不接受 你就接受吧 我诚心诚意向你道歉 那你得跪下 这这么多人还得跪下求饶 谁要你跪下求饶 我要你跪下正式跟我求婚 念吹 三哥 我正式向你求婚 三哥 你快起来 快起来 人家全都看见了 讨厌 你怎么那么可爱 我这脑子一乱把最紧要的事情给忘了 什么事 日本人要操办咱们的婚礼 什么 还是日本司令部决定的 我没答应 我才不要日本人来操办我的婚礼呢 这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都在琢磨琢磨 有什么可琢磨的 要依着我呀 我就 要依着你什么都行 就恐怕这事既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 三哥 有这么严重 来 年人 来 喝茶 谢谢秋实 你是不是要生了 还有一个来月吧 你们先说说话 我出去留个弯 小心点啊 秋实啊 走路慢点 小心别绊着 知道了 坐 三哥说的话 也不能不当回事啊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其实 即使没有这事 你不是也已经打算走了吗 要不是秋实这儿马上要生孩子了 我都想跟你一块走 整天待在北平实在憋得慌 除了发发传单 贴贴标语 什么实际的也干不了 那你想干什么 现在国难当头啊 你看看我 我却躲在家里陪着老婆生孩子 想起来都觉得惭愧啊 也没什么可惭愧的 革命者也得有后代不是 话虽这么说 可是 既然我已经投身革命 我就应该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 可像现在这样 我这终日 无所事事 实在是太窝囊了 你也别那么想 来日方长吗 这不是来日方长 是时不我待呀 光武 三哥向念春求婚了 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你怎么想 我想 三哥应该不会亏待念春 我本来觉得念春 还太想了点 可是我一想 我跟秋实 和他差不多大 所以啊 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你是后来者居上 你和我哥怎么样了 你哥是个好人 是个好人 只是 指不通道不可 所以嘛 道不通 不予羽毛 他要去重庆 我要去延安 从此一别 将来或许形同路人了 我会想要去延安 我会尽快向组织上汇报 但是你也要有思想准备 毕竟去延安的风险太大 很难保证你能安全到达 我听说延安有机队 经常在门头沟一台活动 所以我觉得 你去找他们可能更现实一些 这两天你哪儿也别去了 等组织上把一切也都安排好了 我再通知你 好吗 好 我送你到前面吧 姐 你回来就正好 有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吧 刚才三哥告诉我 说日本人要操办我们的婚礼 是吗 日本人操办我婚礼 我一百个不愿意 真讨厌 那就别嫁了 可是我真的想嫁给三哥 那你就嫁吧 姐 我是来跟你讨主意的 你也不帮我 我没有主意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还是你自己做决定吧 那你不管我了 那你就听三哥的吧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着 这样还省得你操心了 嗯 嗯 哈哈哈哈 老爷 嗯 哦 林子 什么事啊 我有一件事 想了很长时间了 不知道我该怎么跟您说 有什么事你就说嘛 有一个人喜欢我 他说要跟我结婚 谁啊 他说会对我 对我一辈子都好 这个人是谁啊 我信他 他肯定能对我好的 我问你这个人他到底是谁 你还记得警察局的赵局长吗 是他 他不是已经逃跑了吗 他回来了 专程为我回来的 是吗 其实 我不用跟老爷商量的 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了 是吗 丁子 你真的要跟他走 那你要跟他去哪儿啊 他去哪儿我就跟他去哪儿 丁子 你 怎么跟你说呢 这爷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 丁子 按说 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啊 你要嫁人 我也没全力拦着你 可是 这事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老爷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 我丁子听着呢 丁子 我希望你再 慎重地考虑考虑 这可是关系到你下半辈子的大事啊 啊 我知道 你真的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你要是走了 这范家可怎么办呢 和石家合伙开的匠园子还没开张呢 老爷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宣主和二顺子 他们 你 你让我把师范两家的身家性命托付给这么两个愣小子 你真是想得出来呀 这 老爷 还有大小姐跟二小姐呢 这以后 范家的产业迟早得他们管啊 他们两个要是能行的话 我 我一开始就不找你了 老爷 林子谢谢老爷对林子的养育之恩 也感谢老爷对林子的信任 正因为老爷对林子好 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 如果我就这么悄悄地走了 我对不住老爷 也对不住范家 林子 你真的铁了心要跟那个姓赵的走了 老爷 原谅林子吧 是老爷 是老爷 饭爷哪 在书房里 来来来来 饭爷 师爷来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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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不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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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 是吗 要嫁谁 您知道 老爷 老爷 师爷又不是外人 林子 你是不是怕我的嘴不严 还是 我不是那意思 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说的 警察局的赵局长 警察局的赵局长 他 没想到吧 这万万想不到 这万万想不到 林子 你怎么想起要嫁给他 这可能就是缘分 可是范爷 那咱们的将才缘子怎么办 您问林子 就算没了林子 这日子还得照过吗 您说呢 是 话是这么说 可 我真找不着词了 找不着词就不说了 林子 既然你已定了要走 我也不强留你 真要留也留不住 林子 你自小在范家生 在范家长 怎么说也是范家的人了 至少半个女儿还是撑得上的 现在你要嫁人了 怎么着我也得替你制份嫁妆 老爷 我什么都不要 嫁妆是一定要替你制的 至于或多或少 还望你不要太在意 老爷 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 林子 去给师爷七杯茶来 嗯 师爷 您坐 好 坐 对了 那日本人说了 让范家每户窗上都得贴上米字条 晚上开灯还得挂那个黑布罩 干嘛 说是怕国军的飞机轰炸 晚上开灯要把那黑布罩给放下来 听到防空警报声就得灭灯 谁要是敢开灯 拉出去就给毙了 我给您把东西都带来了 回头您让人挨屋的给贴上挂上 难为你这个当保甲长的了 是吗 林子 去给我和师爷温壶酒来 小三的说话是有谱的 看来念念必须离开 而且越快越好 他要去延安 但我觉得太冒险了 那倒是 现在金唐城很不容易 而且鬼子盘查得非常严重 念人告诉我 只要他决定走 三哥就答应给他弄上通行证 那好啊 如果那时候小三子能亲自送他出城 那就更安全了 但这事我来办 您觉得念人最好去哪儿啊 出门头沟到燕台山一带 那是我们的邮寄区 来 看来 里边请 今天晚上戏园子有台好戏 金绍山金老板的盗御马 你得去看看 那一出城 那就捧头踩 我唱两句你听听 不过了 秋中盖班下山岗山万一带占荫房 好 关注掌声 那就不得了 不沉着夜无光 先停止一些活动 等我把念人的事情安排好了 我再通知你 行了 你先走吧 好 念人来了 等你好半天了 怎么了 光武 你哥走了 我哥 去哪了 他留下一封信 念人我爱 不敢跟你辞行 害怕动摇你的决心 更害怕与你争论 由于再三 只好在信中跟你道别了 你只要把念人送出城就行了 到了城外 会有人去接他的 你想让他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那就明天一早 行 你打算怎么样送他出城呢 日本人给我配了一辆车 你开车 我不会 有司机 那 您放心 老手人非常可靠 行 你要觉得没问题 我就放心了 好 那咱们说妥了 我走了 蔡爷 有件事我想跟您说说 你说 我要结婚了 我知道 是念人的妹妹 日本人想给我办这个婚礼 是念人的 能拒绝吗 除非我不当这个税务局长了 那想办法把这个婚期往后退一退 没可能 日本人把时间和地点都定了 听说到时候还有几个高级将领要去 难为你了 既然日本人都这么安排了 就随他们便吧 好 蔡老板 您先喝点茶 好 光武 光武 你放哪儿吧 您二位也别老谭工作了 喝点茶吧 好的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参加采三的婚礼 我只是担心采三在那个时候 他万一把握不住自己 那么有你在他身边帮忙照应一下 应付一下 好 采三已经从日本人手上拿到通营镇 他答应明天送念人出城 你通知念人 叫他抓紧时间准备 好 来 坐 好 坐吧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如果这次在婚礼上面 可以杀掉几个日军的高级将领 一定能够击打鼓舞国人的抗日斗志 同时也可以向世人展示 我们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勇气 与抗战到底的决心 为国捐躯 我义无反顾 有办法混进去吗 这个不用担心 我能想办法弄到情节 首相的事归我负责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随身带进去 总会有办法的 好 三哥 拜托你照顾好念春 你照顾好你自己 还有照顾好我爸我妈 现在是我爸我妈 来 世上的事情真是不好说 稀里糊涂的 三哥你倒成了我的妹夫了 天意吧 或者是缘分吧 可是你不妨碰是不妨碰你的 你是缘分的 对冰巾 而且面十两个月有什么 减千月的 不妨碰你 但你怎么也说不妨碰你 我也是想要不妨碰你 我给你 六一让你 有用没用 留个念一下 三哥 你快结婚了 我也没有准备好 什么礼物 牵着吧 等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问你要 我们还能见面吗 当然 那是一定的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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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大小姐离家出走了 老爷来了 师爷 范爷 碾仁 我们家光文也离家出走了 您看 这光文也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是 那人真要是跟光文一块走的 我这心里反倒踏实了许多 可他们干什么要不私而别 我们做家长的也没反对他们俩结合 是不是 这兵荒麻乱的 这万一要是 现在的年轻人整个就是一本读不懂的天书 这有什么读不懂的 这叫私奔 这在从前大你不到 私奔怎么了 我告诉你 为爱情私奔 那是反封建的楷模 没有那么美大 再说与事实也不符 这光文和念人的婚事乃父母之命 不假 就算他们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 那也应该一个走一个流 即便是一块走那也是各奔前程 说不定还真是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拽我干什么 我这不是帮着分析的吗 都散了吧 爸 您回屋去 爸 爸 我琢磨这事 你琢磨个屁 爸 您可是前卿举人出身 读过四书五经文章八股的 您怎么骂人 我一番好意 您 滚汉 是老爷 你 你小子 我小子怎么了 来 我跟你说 琳瓦 琳瓦 你行 就你能治我 你缺了八辈子得了 总共弄了两把手枪流发子弹 不够吧 我琢磨最多只能进去两个人 另外两个人在外面接应 所以 所以枪够了 就是子弹少了点吧 我再想想办法 哪天 这个月十号 可是情节 到现在还没有弄到 别着急了 我给眼镜进去 你们在外面接应 可是 我是领导 就这么决定了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当然应该 但一时半会儿跟上级联系不上 又不能坐视良机 我觉得 还是应该跟上级联系一下 对 眼镜说得对 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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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